她是比较内向观察类的 看 听比较多 虽然说的不多 但是真正拿主意的 就那么一两句话 我觉得也就够了 所以我们家大事小事 还是她在拿大主意 我就是一天毛毛道道 很多很多的话 基本上都不是重点 都是给生活加点佐料的那种 其实王林老师 播新闻联播工作压力 还是挺大的 那种直播的感觉 所以有的时候 她也写点这种大油诗 我觉得写这种诗的时候 很多人可能是享受不到的 这种诗现在我都留着 她有这个习惯以后 我都是给她准备一张 白纸一个笔 跟朋友聚会有点晚回来的 都是她自己写完了 就悄悄声地放在旁边 我们都是第二天早上 才能看到她写的那个小诗 因为我们家大事小事 生活上的琐事 我管理的比较多一些 当时我记得还有一首 我出差了 然后她说第一天老婆不在家 心里乐开花 终于没有人拐了 自由了 第二天老婆不在家 像脱江的野马 第三天老婆不在家 两眼一摸虾 什么都找不着了 不知道什么东西 放在什么地方了 第四天老婆不在家 就像孩子没了妈 然后就老问 老婆你哪天回来呀 出差几天呢 我说马上明天就回去了 实际上我觉得 她有时候像个小孩一样 那我想问就你俩生活上是这样 就是在生活当中 如果要交流起来工作的话 会互相给意见吗 很傻 就是会互相看对方的节目 然后说 她的那个新闻直播 我蛮紧张的 直播的时候 我基本上不看 不看电视 知道她第二天要上班 又是直播什么的 我们都不敢有些什么大事 或惹她生气的事 尽量都避免 怕心情不好影响她 因为我觉得她的工作还是蛮重要的 一直在我心当中是分量很重的 很崇高的位置 但是我的节目 她一般都不看 然后就是她就说 哎呀你你就跟小朋友好好玩就行了 她说老婆你是有专业的人 你是专业人才 所以她很相信我 那这个王定老师生活当中 这么大的压力 她会有什么方式来缓解这压力 她比较安静 不喜欢像我似的 特别热闹 她喜欢安静 比如一个人独自喝喝茶呀 看看书啊 有的时候喜欢她 小环境当中朋友一起来 喝喝茶 聊聊天 她的朋友特别多 山东人本身就比较豪爽 对对 那你二位以前上大学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性格吗 基本上性格差不多 上大学的时候她更内向 然后说什么话 脸还红呢 见到女生脸也红 特别腼腆 我觉得我也特别好奇 刘春燕老师大学是什么样的 她有照片吗 这个 这张照片 好胖 婴儿肥那时候 不是 怎么那么胖 而且这张照片 它珍贵在就是 我们很少见到过 刘春燕老师长发的时候 对 这是刚刚大学毕业 然后我们去这个 安徽金寨 去做这种支教工作 这是我在金寨的时候 当时唯一一年 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剪头啊什么的 很不方便 条件都挺艰苦的 所以我就留起了长发 这是我唯一留长发的一年 那您这个当年上大学的时候 跟王宁老师是怎么样 在大学期间开始走到一块呢 我们两个人是大学同一个班 当时呢他叫王科长 你瞧瞧这个名 进到学校 我记得穿着中山装 滴了一个小宫包 然后卷的那个波浪头 挺洋气的 但是呢就特别腼腆 他叫王科长 我叫小不点 在学校的时候 就两个人就有这样的 爱情故事发生了 其实也谈不上谁追谁了 以前说过 我们是给别的同学 女同学介绍 就说人家要跟他交朋友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两个人就有点不太自然了 就等于是您一开始 是去当红娘的 对 后来您变成新娘了 对